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 男主闲着无聊看电影打发时间 突然发现电影中一个跑龙套的男演员竟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男主有些激动 然后就开始查这个男演员的资料 在网上查到了他所在的经纪公司地址 于是来到了这家公司 公司楼下的招待竟然直接把他当成了男演员 还给了他一个邮件 根据邮件 男主找到男演员的家庭住址和电话 给对方打了电话 被对方的妻子接了 妻子女竟然直接把男主当成了自己的丈夫 男主又更加好奇了 难道对方声音也和自己一样 于是再次打电话给男演员 这时 画面切换到男演员家中 果真有个人长得和男主一模一样 妻子女看到男演员在接电话 于是质问他 你是不是又和那个女人联系了 男演员解释道 是之前给你打电话的那个男人打过来的 但妻子并不信任他 半夜起来翻男演员的衣服 发现口袋中有个纸条 上面写了男主的名字 通过名字在网上查到了男主工作的学校 于是来到学校 发现真的有个男人和自己丈夫长得一样 只是对方不认识自己 之后 男主和男演员相约到一家宾馆见面 然后男演员进到房间就开始撩衣服 他想让男主看看身上的疤痕是否也一样 男主一看 连疤都一模一样 吓得逃跑了 可男演员很兴奋 开始跟踪男主 发现男主的女友长得很漂亮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这时 城市空中出现了一只超大的蜘蛛 然后画面一转 男演员找到男主质问他 你有没有和我老婆做过 你把我老婆牵扯进来 我也要把你女友牵扯进来 所以明天我要带你的女友浪漫一番 回来后就两清 我会从你的世界消失 男主竟然不带反抗的同意了 然后男演员换上男主的衣服 假装是男主约性感女出去浪漫 而男主则来到了男演员家中 到男演员家楼下时 没有钥匙 被保安看见了 于是保安打算帮男主开门 坐电梯上楼时 保安对男主说 我总是想起那一晚 太刺激了 好想再去一次啊 男主也假装是男演员的回答 嗯 我会想办法的 最后男主来到男演员家中 换了男演员的衣服 妻子女回来后 就让男主脱衣服上床 另一边 男演员和性感女 正在进行修修的事情 突然 性感女发现男演员手上的戒指痕 就争吵了起来 然后两人开车回去时 在路上竟出了车祸 而男主这边 妻子女对男主说 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显然妻子女知道这个男人 是历史老师 可他们还是做了修修的事情 第二天 男主拆开之前 在男演员公司里的邮件 里面是把钥匙 这时 男主对妻子女说 晚上要出去一趟 然后来到洗手间 看到妻子女 竟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蜘蛛 导演用了很多含蓄的隐语和暗示 并没有直接展现 这个影片要表达的意思 那么我们来还原一下 事实的真相 男主其实就是男演员 男演员是曾经的那个自己 或黑暗面的自己 影片开头 男主去的神秘房间 其实是拖椅舞会 男主和保安在店里的对话 也是表示想再去一次拖椅舞会 在舞会时 男主看到一个裸体美女 才踩死一只蜘蛛 我想这个蜘蛛 应该代表欲望 因为妻子怀孕或自己内疚 男主决定回归家庭 杀掉自己的欲望 但在路上遇到性感女时 城市中又出现了一个超大蜘蛛 说明男主心中的欲望又再次升起 于是和性感女保持了情人关系 之后性感女和男主修修时 发现男主手上的记者痕 就争吵离开了男主 也对应影片中 男主为什么经常和性感女修修到一半 男主和性感女分手后回到家中 发现妻子早就知道自己有外遇 但选择了原谅 由于内疚 男主选择留下来 当一名老师的历史老师 但这时 男主又再次收到那个 拖椅舞会的钥匙 并在此决定去看 然后来到喜有间 就看到了巨大的蜘蛛 也说明男主的欲望 不被纯心唤醒 所以本篇的开头就是结尾 男主会无限重复自己新的欲望 另外 本篇命名为宿敌 也加暗示 人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只有战胜自己的欲望 才可以解脱 才不会失去自我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关注哦